還有從各地方趕來的好朋友 大家好 天氣變冷了 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注意飽滿 今天是我們提出選體無效、浪潛無效 還有司法驗跳今天開啟的日子 112年元月16號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我引用德國非常有名的牧師叫做潘霍華 他在被德國納稅吊死之前 他講的話 他說我不得不回到德國 因為我要跟大家一起奮鬥 今天對大家來講是一個結局 但是對他個人來講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蘇清泉這一次在111年11月26日 我們屏東縣我們台灣五合一選舉 在屏東縣被惡搞被瞎搞 今天開啟大家都認為這是沒效 這都沒效 這是做八方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對蘇清泉來講 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對台灣的民族 也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 這一次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我們要要求驗票 沒什麼大不了 大驗票就驗票 1992年黃信介在花蓮顯立委也是被做票 結果開了 驗了54個同開票所就翻盤了 有27個人被移送法辦 其中包括六個主任管理人 而且都被判刑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台灣還是有公平跟正義的 那我今天要開庭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各民眾的司法都沒有效 各民眾的司法都民進黨開的 我希望我們的檢警人員 我們的司法人員 我們的法官 不要讓大家認為 也是看作民進黨開的 是在替民進黨保護的 司法是在替政治服務的 甚至以圖利的 大家也都懷疑 這個是動犯結果 這個都是很重的話 都是懷疑 但是我希望不要讓租金錢 我一直以來 我都非常的尊重我們的司法檢調 非常的尊重 但是11月28號 我來這邊申請保全證據 結果不到24個小時 就把我駁回 而且駁回又沒有通知我 是直接通知媒體 媒體比我們都早知道 這是什麼跟什麼啊 然後呢抗告到高雄高坤宴 也是把我駁回 而且不得再抗告 我就不曉得 司法人員 我們的法官 有那麼大的裁量權嗎 然後行政驗票也駁回 所以今天要開這個 選舉無效 當選無效 跟司法驗票 他們都看出尊重 沒效啦 沒效 冰凍 打電話也一樣 我不希望是這樣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 再一次的報告 大家保重來收聽 美國這十幾年來 總共已經翻盤了三個大的翻盤 就是業票 兩個州參議員 一個州長 華盛頓州的州長 都翻盤成功 美國比我們民族 早了兩三百年的美國 都翻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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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翻譯成功